首先 我们敬礼传承祖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家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师大宝王喀玛巴 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 敬礼坦承三宝 敬礼今天的护魔祖尊 瑶慈金母大天尊 化身虎头金刚 师母 图登西地仁波切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唐主 各位同门 今天我们宜会的贵宾是 台湾省政府秘书长 郑培福先生 吉与夫人 韩露珍女士 南投县政府秘书长 洪瑞智先生 前台北县县政府秘书长 苏贞昌基要秘书 林永山先生 中山医学大学副社医院整形外科主任 郑松隆博士 彩坦法人 奈肃旺基金会执行长 李一满春先生 中国中教授团 所有的教授成员 华光功德会总会长 常人上师 台湾局法官功德会理事长 李春阳先生 台南市议会 蔡旺前医员代表 知名艺人 知名艺人 台志源先生 馬来西亚纳都 李海安先生 夫人 纳丁李青女士 千金李奇小姐 馬来西亚纳都 李明光先生 李明光先生 瑞翔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順程先生 董事 梁廷毅先生 上海库法德珠宝公司董事长 秦雅惠女士 典菁廷毅先生 建议企业公司總經理 張宜臣先生 錦碼艺术 經濟公司董事长 尤德成先生 My University Saint Classman 朱金水先生及夫人 陳哲霞女婿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新燈 節目製作人徐亞齊師姐 大閻蠻旧次第 喜金剛講義 及密中道次第廣論 製作人聯樂喪師 主持人佩金師姐 My Sister盧聖美女士 My Sister盧國英及 Hasman 我們歡迎台南 烏龍宮 林霄寶殿 王大明董事長等 44人來參訪 感謝 感謝中國及香港同盟 陳長蒂 陳金海 李韓友 陳玉娟 風烏龍敦 陳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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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說法還沒有開始以前 也等於是在說法 根據網路上的消息 很多人上網 說第一個 師尊的手被砍傷 砍傷啦 手受傷 手是沒有啦 網路上的消息有的是對的 有的是錯的 有大家講 師尊的腳很嚴重 也被刺到 被共餐的時候走下來 被那個很大的刺刺到腳 非常嚴重 當然這個也是假的 沒有這回事 不是被刺刺到 而是腳氣 師尊的這個 這個 左腳 右腳 腳氣 還沒有消腫 沒有消腫 中的 我記得前幾個禮拜 有一個 歐巴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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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一樣的 歐巴桑 是比較老的 歐巴桑 歐巴桑 有一點的 歐巴桑 歐巴桑 我記得以前 歐巴桑 日本話 太太啊 真的嗎 歐巴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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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歐巴桑有什麼關係 歐巴桑跟歐吉桑有什麼關係 耶穌文教授 歐巴桑 阿嬤 對啦 有一個歐巴桑 老的 你們都不懂日文 還要我教你們嗎 老一點的叫歐巴桑 年輕一點就是歐巴桑 差很多喔 一個是伯伯 一個是母親階級的 歐巴桑 我摸頂摸到他那邊的時候 他把兩隻腳伸開 師真摸摸我的腳 摸摸我的腳 我說你的腳怎麼了 他說水腫 兩隻腳腫了個米骨啊 哇 就是像那個 海綿蛋糕這樣 海綿蛋糕這樣 海綿蛋糕是小的啦 他腫的這個像那個 很腫 那就摸了他的腿 隔不久 我就說 我的腿漸漸也胖起來 好像很瘦的 突然胖起來 那不對啊 那絕對是不對的 其實 那是幾個禮拜以前 這個腿啊 也腫起來 那麼我就去了 這個中山醫院 中山醫院 那麼 就 找我們的 這個鄭博士 找我們鄭博士 達特正 他非常細心的 非常細心的 一樣一樣慢慢試 到底是怎麼 他也抽血檢查 因為呢 這個 腳、氣、脹 這個 有幾個原因的 一個是肺部不好 肺部有問題 他腳、氣、脹 腳、氣、脹 一個是肝有問題 肝有問題 一個是心臟有問題 腎臟有問題 腎臟有問題 因為年紀大 大部分 都會有腎臟病 會出現 這個四個原因 那麼抽血檢查 我這個人 有病 先找醫生看 實在沒有辦法 再來求 求我的三本尊 求五佛 求啊 求腹法啊 都求 那麼檢查出來的報告 是這樣子 這四個原因 都排除 心、肺、肝、肾 跟這個都沒有關係 唯一有關係的 就是說 你在被蚊子 或者蟲咬了 吸進進去了 會有關係 那會變成什麼呢 蜂窩性組織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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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子來 有時候是 無意中 被蚊蟲、被蟲咬了 那麼蜂窩性組織炎 是不會傳染的 所以你們不要害怕我 是不要 它不是會傳染的一個疾病 會傳染的話 師母腳就腫了 那麼這個腫呢 要四幾種藥 到底是哪一種菌在裡面 葡萄球菌啊 梅菌啊 或是什麼菌 種種各種的菌 要把它 如果是知道哪一種細菌 很快下藥就很快會好 大概是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都會好 當然啊 這個 這下子 我走路啊 奇怪啊 平時走路 都腳都有點痛 今天星期六來法會 他走路通通都好 都不痛 都沒感覺到痛 沒有感覺到痛 但是就是腳有種 這左腳 左腳有一點種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你以前左腳受傷過 那個也會重新再來 也會重新再來 我有一次在西雅圖打籃球 打籃球的時候啊 腳拌了一下 腳腫得很大 腳腫起來 以後又重新發作一次 那人的身體啊 那 鄭醫師說 那你就請假吧 星期六禮拜天 每個禮拜六禮拜天 你就住院吧 住兩個禮拜吧 住院住兩個禮拜 每天要打點滴啊 打這個培利西林啊 培利西林大家都知道了 是抗生素 就打抗生素啊 打點滴啊 這樣慢慢給你打 那你就在床上休息吧 我說不行啊 我星期六禮拜天都有事情 星期六這麼多人來 那師尊缺席怎麼辦 還是來 那禮拜天要畫這個最大戶的 大戶的畫 還是畫 雖然辛苦一點 但是不要緊 這個 神醫師說跟我講 會好 會好就會好 這是一點 那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我本來都很好睡的 我這個睡眠很快 幾分鐘 或者是幾秒鐘 馬上就 就睡著了 昨天晚上 特別奇怪 他趁著我 這個腳腫 生病的時候 昨天晚上 又來 怎麼來呢 一個像屏風一樣大的黑影 大屏風一樣大的黑影 就飄進來 他看著我 我看著他 相看兩不厭 結果他消失掉了 我 從 我是 十一點五十分 上床 十一點五十分 五十分上床 一直躺到三點 晚上三點 都很清醒 然後再過來 漸漸的 快要進出夢鄉 突然間 金剛靈搖起來 醒過來 我哪裡有機搖金剛靈 哪裡來的金剛靈的聲音 第二次 又快睡著了 掙扎來半天 又快睡著了 咦 電鈴 叮咚 三更半夜 三四點哪裡有電鈴聲 不可能 我又醒過來 然後 第三次 又要睡著了 突然間 肩膀被拍一下 肩膀這樣拍我一下 就這樣打肩膀一下 我又醒過來 我說 唉 這些討厭鬼 實在沒有辦法 今天晚上一定要做結界 好好做一個結界 我昨天晚上 到今天 到現在為止 十一點五十分到現在為止 我才知道 什麼叫做失眠 十六年來 十六年來 第一次 我這最近十六年來 兩千年一直到現在 第一次 被干擾 那 平時我都是很好睡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不去 不去研究 只是今天晚上 我要好好做一個結界 好好的做一個結界 因為好久沒有做結界 我大部分都是任期自然 因為很好睡 所以不用做結界 所以不用做結界 平時師母不好睡的時候 我一給她加持 她就變好睡 不加持 隔了一段時間 她又會變成不好睡 最近好睡嗎 昨天晚上很好睡 我不好睡 她昨天晚上好睡 我不好睡 沒有人可以加持我啊 我今天還要到雷仗室耶 還要做很多的事情 上法做說法 你這樣干擾我 你這樣干擾我 沒有睡 太不好意思 我喉嚨都有點 有點乾 喉嚨都有點乾 為的是什麼 我不能夠請假 不能夠祝願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菩提事業 謝謝 我們修行的人 記得 為的 為法忘君 為了佛法的弘揚 為了佛法的注釋 忘掉自己的身體的辛苦 這一個月來 這一個月的 這樣子的打擊 坦白講 我總以為我二十七歲 現在不是 現在真的 七十二歲 真的耶 健康是一條龍 不健康就變成一條蟲 你 以前啊 每一次吃飯 進去 有時候跟幾個老人家吃飯 當然 精神稍微差一點 都是這些 唐主啦 忽然的寺廟主持人 負責人 年紀都很大啦 這些長老吃飯 偶爾啊 就一次跟這個 武共團吃飯 精神很好 不知道 跟那個年輕一點 或者是這個 陽光武共團 天音雅夜合唱團 跟他們吃飯 我最開心 精神很好 精神很好 這是老人家嘛 老人家看到小孩子就喜歡嘛 那麼現在是這樣子 是不是 會干擾我的這個 精神跟晨晰 情緒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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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們邪婆的人 要戰勝啊 戰勝啊 就是 無論如何 要戰勝自己的 這個 生氣 雖然你有軟弱的時候啊 但是你始終都要很堅強 那麼菩提事業 不可以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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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我暗中跟搖走金母助導 如果我的腳不會好怎麼辦 怎麼辦 這個 右腳 左腳 跟那個 歐巴桑一樣的 這個 我這個腳腫起來 如果不會好 怎麼辦 我跟他 我跟搖子金母講 如果 不會好 我 決定 允居 而且 有年齡上司 做第二代的 這個 傳承的 這個二主 那我是決定允居的 因為你腳 幾身都不治 何以天下 國家為 我每一次喔 在幫助別人 盡心盡力 但是幫助自己 都是很嚴重的 我這一次離開美國西雅圖 在山莊的法會 我講了 有兩個大的災難 三個小的災難 在等 他已經先實現了 所以這個畢竟會發生的 以及注定的 以及注定的 但是我 我有那時候問搖子金母 會不會好 他說會 從昨天晚上11點50分到現在 我沒有打瞌睡過 沒有打瞌睡過 因為是菩提心 支持者 菩提心支持者 叫我 一定要這樣繼續走下去 如果這隻腳 左腳 不能好的話 我就正式宣佈 正式宣佈會退運 因為 因為 弱身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弱身 都會生病 都會生病 但是 角氣這種病 很麻煩 是很麻煩 很麻煩 不能夠有腳劑 不能夠有腳劑 還好 不是腎臟 腎臟就完蛋了 如果是腎臟就完了 因為那是腎功能的問題 腎臟就完了 是肝臟也不行 是心臟也不行 是肺也不行 在這裡 先跟大家祝福 每一個人身體健康 每一個人身體健康 不要有病 有病 因為我知道 我很少生病 我很少生病 這一次突然間狡氣 真的是不可思議 很奇怪 也不知道怎麼得 通通都不知道 我相信姚之經 阿彌陀佛 地藏菩薩 三根本 三個本尊 另外 護法大衛德金剛 可以加持我 剛剛 護魔佛也加加持 然後也謝謝很多的同門 在網路上的關心 每個同門也回向給師尊 希望身體健康 能夠長住世間 永轉法輪 永轉法輪 永轉法輪是不可能的 長住世間也不可能 大家稍微久一點 就可以了 也謝謝大家 也謝謝大家 很多人在網路上關心 有的說被 這個腳被 這個 共餐的時候 下樓梯被刺到 腳 不是的 腳氣 有人講說我手 被人家看了 也不是的 手好好的 現在就是有一個小的失眠 失眠 有小的失眠 跟一個 這個腳氣 比較嚴重的腳氣 希望能夠對正下樣 很快就好 今天是這個 虎佗金剛 我也都講了 他的法力 跟姚慈金母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因為他就是他的變化 然後我以前到了天上界 去見姚慈金母 進來以後呢 這個我 往後退 覺得那個 那個地毯不一樣 往後退覺得那個地毯不同 原來不是地毯 是一朵一朵的蓮花 你腳往後退 就一個蓮花 把你的腳撐住 往後退 就有一個蓮花 把你的腳撐住 然後今天這種現象 我在走路的時候 好像都有蓮花這樣子撐住 所以不感覺到痛 沒有感覺到痛 謝謝 謝謝 姚慈金母 法力無編 這個 富途金剛 法力無編 富途金剛 法力無編 那麼 富途金剛的新奏 放陳吉 摩 하면 總之是白色的 炎ícios 另外呢 他的剛好是 節內伯所印 然後再把大蒙子 兩個大蒙子 打開 象徵福耳 老虎的耳朵 像征御老虎的耳朵 就是斧陀金刚的印 我常常讲道家讲的正五方的神 这个无极 无极的神 我们讲道家是讲无极 太极 那么无极的神 西方属金就叫金木 他那就是白斧 那么就是瑶瓷金木 中央是黄老 东方是木工 北方是水精子 南方是火德真君 北方是水精 这里有几个措置 第一个 中央有黄老 不是黄土 另外呢 北方有水精 精 西方属金 有白斧正在那里 那么在道家讲起来 东方属木 就是青龙 西方属金 就是白斧 前方是朱窃 后面有沟潜 就是道家无老 是这样的四项 我们讲密教大圆满的一个祭 旧色众生布大法 这是第三个祭 旧色众生布大法 释迦牟尼佛传法 的时候 他就是要把佛法传给大家 佛教有一个精神存在 这个精神就是菩提心 如果没有花菩提心 佛教就不存在 这个菩提心是什么心呢 利益众生的心 就叫菩提心 弘法利生 就是利益众生 你知道佛法 你就要讲佛法给众生听 让众生都能够得到佛法 旧色众生利大法 出自于旧色众生 就是花最大的菩提心 你想想看师尊 一个晚上失眠 老人家失眠比较严重 小孩子不要紧 小孩子如果开夜车 开到天亮 他明天还有精神去考试 他可以补回来 老人家不能失眠 年纪大的 失眠很痛苦 晚上这样子 再来翻来翻去 马上就本来是一条龙 就变成一条虫 能格格就软了 但是为了救赦众生 还是一样要打拼 还是一样要把精神拿出来 因为你花了菩提心 你要利益众生 有一个病人问医生 医生 我动手术以后 复原的希望如何 医生回答 这种手术 我已经做了九十四次 病人讲 那我就放心了 医生回答 对的 总有一次会成功 我发觉 你不要以为医生就不会生病 我们最近成立一个医疗团队 有医生 那么有副理长 副事 都参加医疗团队 还有很多组织医师 那么也有这个家庭医师 那么也有中医师 有西医 有中医 都有组织来医疗团队 这个就是要花菩提心 医生是花菩提心来救众生 病人对病人 都始终 他也还有心理医生 心理执行医生 心理执行医生 他等于医生一样一样要佛 他不能说不收费 但是有医德的医生 他会好好的照顾病人 像郑春龙医生 我们四十年 佛秦小时候他都抱过 他在疑心社区 金五路 从金五路 他就到了金五路 那个小巷子里面 然后到疑心社区 我那时候才三十几岁 才三十几 我们就认识到现在 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医生也要花菩提心 但是医生也会有病 好多医生 因为人都是弱体做的 不管你是什么人 通通通都有病 你是修行人一样有病 所以你们不要奇怪 师尊怎么会得狡气 他不是这个佛吗 那释迦牟尼佛呢 他有偏头痛 有骨痴 他的肠胃一直都不好 最后他 他这个严急的时候 是脱水 吃到不好的东西 脱水 所以释迦牟尼佛 也一样会有病 那个只要是弱身 只要你是弱身 都不能讲没有病 有一次啊 那个 我跟几个同门吃饭 师尊吞了一个药丸 从口袋里面拿吃一个药出来 吞下去 那个同门马上站起来 师尊 你怎么可以吃药 师尊 你怎么可以吃药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可以吃药 阿密多问 我不能吃药吗 他以为 师尊已经成就很大了 不能吃药 他自己 自己念佛 阿密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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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念 念你念 後面,腳去削了,非常好,但是還是腫的,每天早上醒過來就看我的腳,還是腫在那裡,哎呀完了完了。 花菩提心很重要,每個人都會有病,碰到結症,師尊看眾生,每一次師尊給大家按摩, 心中躺淚,心中躺淚,給大家摸頂的時候,心裡躺淚,內心躺淚,這麼多的病苦眾生,他們怎麼過日子? 等到自己有狡氣的時候就發覺,哎呀,原來病是這麼不好受,原來病來的時候是這麼不好受。 大家自己要小心一點,飲食天后的變化,跟人的接觸,注意衛生,注意自己本身的健康要緊。 今天就是小山跟正房搶一個男人的日子。 什麼叫今天呢? 是多少地下浮出水面的日子,是玫瑰花生殖的日子,更是大造佛人的好日子。 下午4點,花店的老闆笑了。 傍晚6點,換店的老闆笑了。 晚上9點,夜總會的經理笑了。 到了職業,賓館的老闆笑了。 到了第二天,藥店的老闆笑了。 一個月以後,婦產科醫生跟護士都笑了。 提前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這個叫做,我祭們請提前安撫好,各自的妃子、妻、小祖們,天干勿躁,小心他那。 這個不是很正統的笑話,一點都不好笑。 笑話,很重要的通知。 今明兩天,如果狂風暴雨打雷閃電,請各位市民不要驚慌。 因為進入情人節狀態,發誓的人太多,不斷的雷劈,純屬正常現象。 這個最近有地震,真的。 天地不仁,與人們為主狗。 天地不仁,與人們為主狗。 情人節過了,再來就是婦女節。 意思就是情人節以後,他把你變成一個婦女。 婦女節以後,才發覺自己已經被騙上當。 愚人節以後是勞動節,發覺自己受騙的時候已經晚了,只能給他當牛做馬。 這是一個順序。 發菩提心也是一個順序的。 所謂,厭菩提,你發來厭。 再來,就是行菩提。 你要去做,發來厭,你就要去做。 也是一個次第。 先發菩提心的厭,然後再來行菩提心。 做你的菩提事業。 最後,你明白了,原來在這世界上,在這世間上,發菩提心是這麼樣的重要。 因為只有發菩提心,你才能夠成為一個菩薩。 沒有一個菩薩,沒有花怨的。 沒有一個菩薩,不是發菩提心的菩薩。 你只要成就了菩薩的果位,你就離佛就不遠了。 菩提心這麼重要。 你發菩提心,厭菩提先出來。 佛教徒都在發菩提心的。 然後再去幫助別人。 行你的菩提事業。 不管用怎麼樣的菩師。 你沒有一個菩提心。 你們都在講,說你是一個菩提心。 然後你們肩本來對付自己的菩提心。 那是神經病恐怕。 這是一種菩提心的菩提心。 甚至有什麼菩提心的菩提心。 這個痛你仍然掙扎的要來臺灣雷仗室 要說法 這個就是無謂菩提心 因為按照這個腳的原理 要抬高的 這隻腳要抬高的 讓他的氣能夠回流 然後肌肉會鬆軟 你腳垂著走路怎麼樣 他會硬的 硬到什麼程度 像打棒球的球棍一樣那麼硬 是不可以讓他動的 休息的時候腳就是要抬高 不要下垂 這樣你腳才會比較好 出門以前媽媽對兒子說 快向保姆阿姨說再見 兒子照著說再見 媽媽又說給阿姨親一個 兒子露出恐懼的眼神 搖頭不肯親阿姨 媽媽很生氣的講 為什麼不親呢 兒子大聲的講 不要啦 爸爸昨天親阿姨以後 爸爸昨天親阿姨以後 就被打耳光 就被阿姨打 這是不正點的笑話 不是什麼正點 跟發菩提心沒有什麼關係 那是發心 那是發心 不是發菩提心 連久法師的笑話 他這樣子講 你們知道什麼人記憶性最差 結果答案是黑道老大 因為他常講 你知道我是誰嗎 以前在日本 你不要笑黑道 在日本 板神大地震的時候 就是Osaka Kobe 這個Earthquake 這個大地震 Osaka 跟這個Kobe 大地震 第一個出來幫忙 大阪跟神父的 是三口主 黑道也會做善事 你不要笑看 三口主 第一個伸出元首的 居然是三口主 所以道一有道 道也有他本身的道 道一有道 人家 黑道也會發菩提心 我們白道的 我們正道的 我們活道的 怎麼能夠不發菩提心呢 謝謝 謝謝 有一个精神病患 救了一个落水的人 院长就表扬 你救了一个落水的 表现很好 虽然很不幸的 他又上吊自杀了 精神病患很得意的讲 因为他落水 是我把他挂起来晾肝 这个精神病患的笑话很多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这样子 天宫六岁 所有的精神病患 全部跑到广场那里去洗澡 其中有一个没有去洗的 院长认为说 这个精神病患大概快要好了吧 他知道那是下雨不是消 院长就问他说 人家所有的人都去洗 为什么你不去洗呢 他说他们太笨了 这个下来的都是冷水 等一下就会有热水 等一下就会有热水 精神病患是没有办法 不过精神病值得同情 精神病值得同情 师尊了解很多精神病患 认识太多了 他也救了不少的精神病患 以前有一个精神病患 他被抓进去关了 因为他认为他是蒋介石 这个蒋介石精神病患被抓进去关 后来又有一个精神病患又抓进来 院长又问他你是谁啊 他说我是蒋介石 那两个蒋介石 那刚好把两个人关在一起 好奇怪哦 相安无事 一点声音都没有 两个人还细声细语 怎么回事 院长就去叫出两个人 你是谁啊 一个人就讲说我是蒋介石 那另外一个你是谁啊 我 我已经变成蒋夫人了 所以当然会好啦 两个人都很好 这个对精神病患 压发更大的菩提心 在他们还没有变成精神病患以前 基于我所知道的 我的经验 我的经验 我因为我治了很多的精神病患 只要精神病患超过六年的 那个精神病患的福就不要给他起 因为不会好的 超过六年以后脑细胞死的不会复活 我的经验 这是我的经验 而且农历二月出生 跟农历十一月出生 比较容易冤心 比较容易冤心 我只要看到农历二月出生的精神病患 那没救 他说姚慈金母跟我讲 二月出生的 农历二月出生的 这个精神病患 你不要救 农历十一月出生的精神病患 你也不要救 因为救不好的 其他状况都还可以救 这是姚慈金母 特别给我指示这两点 我的经验也是这样子 只要看到二月出生的 十一月出生的农历 就很难救 那么因为我们学佛的人 你太精进 太精进去做菩提事业 太精进去修行 也不好 神经崩得太紧 就很容易断掉 学佛的人 完全很懒惨 明天嘛 明天再做 明天嘛 又有明天 明天以后又有明天 你就一直懒 一直懒 一直坐下 一直下 那个弦啊 就太松了 所以你一般来讲 你会钢琴的 会吉他的 会小提琴的 都知道 那个弦不能太紧 太紧了 砰 它会断掉 就精神病患 太松了 就会变成摇摇歌 在路面上摇来摇去 走来走去 摇摇来 摇过来摇过去 这无所事事 虽然人很好 但是他已经是摇摇歌了 太紧 太松 都不对 都不对 所以我们学佛 要刚刚好 就是好 你自己能力 我觉得我这样子 能力刚好 不要太勉强 勉强 太过于精进 就会太紧 那就会变成精神病患 要自己要小心 太松也不好 你就会变成 烂人 暖郎 就会变成暖郎 跟大家讲 所谓大圣佛教 密教也是大圣佛教 发菩提心最重要 因为菩提心是菩萨之音 你先花艳 艳也不要花得太大 刚刚好就好 你能力所及就可以了 再来行菩提心 你很认真的去做 行 就是把你的菩提心 发出来 去做 再来无畏菩提心 甚至可以 甚至可以 为着佛法 忘掉你的身体 好的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哦妈的便力 好 谢谢大家